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紐約時報》有一篇報導說到 有超過200名反修例運動示威者 已經通過不同方式逃亡去台灣 他們主要是不相信可以在香港法庭裏 受到公平的對待 即是不相信香港的司法制度 他們用什麼方式去潛逃呢 主要是有一些同情示威者的商人 贊助他們去搭飛機 或者有些人因為被沒收了這個護照 所以以一萬美元的價格 坐走私的漁船去台灣 結果全部都是成功抵捕 老實說這件事當然令人非常唏噓 三十年前香港人協助大陸的民運人士 從不同的地方來到香港的中轉站 再運送到其他世界各地的地方 現在反而變成香港人 要向外出逃 主要是去到台灣 根據陸委會所說 他們說支持香港人民 爭取自由民主和人權 亦都關心香港的發展 但是台灣同時也是一個法治社會 對於以不合法方式去台灣的人 包括逃亡者本人 以及協助他的人 除了要面臨刑事責任追究之外 亦都安全上有極大的風險和疑慮 台灣政府絕不鼓勵 亦都呼籲相關人士 不要鋌而走險 以身事發 其實台灣當局用這種官康回應 都可以理解 他沒有理由在官銜上寫 鼓勵大家鋌而走險 鼓勵大家逃亡去台灣 其實是不合理的 另外根據台灣的法例 有一條叫香港澳門關係條例 第18條就是這樣寫 對於因政治因素而導致安全及自由受有 緊急危害的港澳居民 就要提供必要的援助 希望他們得到必要的援助 但其實台灣有很多有心人 有些牧師 在那裡接應 這件事也有很多 有心的負傷 根據報導所說 他們提供機票的資助 以及船位的資助 真的很可憐 要坐走私船 就去到台灣的船 這篇報導 其實都在網路延伸了一些討論 就是 當中的攝氏人 應不應該接受傳媒的採訪 我覺得都是兩難 首先可能那些受訪者就覺得 將這些情況公諸於世 可以 使得公眾的知情權 得到保障 公眾就知道原來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有這樣的慘況 另外有些人就覺得 目前來講香港還有些人 還未逃亡 未逃生 這樣來接受採訪的時候 會不會影響到日後這一班人 逃生的方法和路線 會不會曝光呢 因為始終來講 你是永遠沒有辦法知道那個記者是不是你的朋友 首先不要說抓鬼 大家都說不要強調不要抓鬼 這個方向是對的 但是當你在受訪的過程當中 提供的所有資料給他聽 你是要預算這些資料 會洩露出去給其他人知道 你一定要有這個心理準備才行 你不要說那些受訪的資料 只有記者知道 我當那個記者是可信 如果他的電腦被人 Hack了那怎麼辦呢 或者他的手機被人 Hack了 聽到錄音那怎麼辦呢 這些事大家都要考慮到 就不能夠大安止意 就說那個人可信 什麼都說給他聽 這個對自己不負責任之餘 亦都是對其他人不負責任的 其他捐贈者 比如說那些幫手的人 他們就很嚴重 他們的名字會不會被曝光呢 因為別人肯定在做這些行為的時候 就不想被人知道 這些事情他們要考慮清楚 真的是前居之鑑 你看看昨天那件事 某勇武的隊伍是覆滅 我不想說得太詳細 我不想說 總之大家想想 接受這些採訪有沒有必要呢 比如說在理工大學圍城之戰 BBC的記者直播那些學生由省離開 那件事我們也有批評過 這樣做是不對的 你是沒有道德的 你不應該在那個情況之下直播 你可以錄播 你可以事後播出來 但是你直播 其實等同公告天下 這條就是逃亡路線了 其實就是變相害了那班學生 所以大家可以再思考一下 是否應該接受這些採訪 在目前仍是進行期間的時候 接下來就想說一下 關於那些藍絲 參加這個愛國集會的時候 原來就提出了一個新五大訴求 這個真是有趣 值得跟大家說一下 這件事 原來前陣子他們搞這個愛國戶港集會當中 就提出了五大訴求 第一大訴求是什麼呢 就是要拆了中文大學用來起樓 其實這種思維模式 藍絲的這種態度 跟特區政府很相似 基本上他們就是被政權牽著他的鼻子走 特區政府經常說 現在這麼多這些深層次矛盾 遊行示威出來 到底是什麼原因 就是因為高樓價 就是因為房屋不足 現在他們基本上就用了這種思維模式來思考 就要整個大學拆了他用來起樓 就算你說要拆了他 你看他很不順眼也好 有很多可以做 可以說是康體文如廁師 他不是 他一定要用來起樓 證實了他們 那些思維是很相近的 第二件事就是絕對不能夠通過 港大和中大醫學院的撥款 而且大學教職員就是要減薪百分之二十 學生會就要交出一半的經費 而且要削減兩間大學的經費 將兩間大學合併為中文理工大學 這真的很天馬行空 你又說要減薪 老實說教職員不是職員是黃絲 你起碼說 反正你也是說 你起碼說只是黃絲的教職員要減薪 或者通過政治審查 才不用減薪 反正說而已 學生會交出一半的經費 誰夠啊 起碼要全數交出來 是不是 全部充公 是不是 甚至乎解散了 反正你也是說 這就是第二大的訴求 第三大的訴求就繼續來到賴地眼 就說區議會選舉要重新點票 例如要求選舉辦人接信 但是對方竟然說放假 在場那些藍絲馬上斥責他們是黃絲 這種思維模式很奇怪 他們原來分辨黃藍的方法 就是信我者藍翼我者黃 我們真的是第一次聽 第四件事就說 要引用緊急法來堵塞那些黑金的來源 但是他們又沒有指揮很清楚 到底那些黑金 原自何方 第五件事就說要監察司法 那些法官就需要鞭策 重新檢討這個藐視法庭的條例 就說為什麼法官不可以被人罵呢 是抵觸基本法呢 這個是言論自由來的 以後誰做法官做得不對就要罵他 這些真是很先進 完全是對於司法制度的一種顛覆 他們要爭取言論自由就是罵法官的權利 老實說你這件事 我覺得很有趣 他們可能是覺得 那些官這樣判就不對 不對就要罵他 或者罵那些就叫黃官 黃絲官 他們有這樣的術語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藍絲群組 經常說如果反正哪一個判得 那些示威者不夠重 或者判一些緩刑等等 他們就是會用這種方法來罵他 根本上他們在網上都在做 所以這些愛國護港集會提出的 新五大訴求 老實說得淡笑 你對比起 那些示威者提出的五大訴求 全部都不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著想 全部都是為公義的 而且不是因為政見不同而提出 這件事大家想清楚 你因為跟別人的政見不同 就是拆了別人的大學 或者減了別人的工資 或者輸了選舉的結果不適合自己的意思 就說要重新點票 待會有人提供黑金 待會又賴這個司法制度 他們很喜歡什麼都找人賴 差在教育 司法 選舉 全部都賴了 到現在這一刻都未接受到 選舉的慘痛結果 如果要堵截黑金來源 老實說就應該要成立政黨法 即是實施政黨法 為什麼呢 你不可以完整地 完善地去規管政黨的資金來源 大家都要統一來公佈 以及統一來上報 但這件事是最好的 哪一個政黨 哪一個機構 哪一個個人 哪一個商業機構 給你錢 作為政黨的經費 大家開城報公由一個統一的法定機構來規管 不需要有什麼所謂黑金的懷疑 到時沒有黑金 因為哪一個捐款給你都要公佈 都要查根究底 是找得到的 那就不用像現在這樣 你現在的政黨是什麼 是有限公司 所以他們就應該修改這個訴求 要成立政黨法 對所有政黨都是有保障 不過到時他們又會縮沙 因為你知道 有些政黨很厲害 賣張字畫都幾千萬 那怎麼公佈呢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